哦哦有个小海生这里 也可以称之为海茄子 我上次看那个荒野求生 贝爷就有生吃 要是让我生吃的话 我估计一个礼拜都吃不下饭了 这么小给它放了吧 长大了也是我的 龙虾 呀再来慢一点就被它钻到里面去了 哈哈这家伙 哇这个爽 给它来个特写 哎 咔嚓 不错熟了 在找到这里暗坑 哦哦 有一条鱼这里 好像海龙啊 原来是猫杀 先手又要狠 抓住头部 直接把它拎下 哎呀 哈哈 在水里你就是个王子 在陆地上你就是个青铜啦 鱼胸 潮水退干后 这水坑 逐渐的显露出来了 这家伙在干嘛 这个要拿手抓了 哎呀哎呀想炸我 这鱼特别聪明啊 要抓它 它就开始把这些针刺给折起来 你想干嘛 哈哈 这么大一个水坑 你一个哥请的螃蟹都没有 这里就找到一个 住宅楼 哇你一个海螺住这么大一个水坑啊 你太搞笑了吧 走了 有货啦 有货啦 一条两点鱼 哎哟 哦 不错 这种鱼还 味道还是不错的 这颗西啊 才二三两 这边好像是一条老虎鱼哦 哇 哇真的是哦 这种鱼颜色太难分辨了 它们长得跟教师一样的 看 一个中个头的 哎呀 想要去哪里啊 想要攻击我吗 哇 这鱼挺好看的也很好吃 就是毒性太强了 这个应该还未成年吧 算了还是放回去吧 走了 这什么情况啊 现在连沙蟹都跑到 山五角这边了 你们沙滩现在都混不下去了吗 蟹熊 这种螃蟹在 在那个螃蟹中是跑的特别快的一种 要是参加马拉松赛棚的话 他肯定拿第一哦 潮水长得特别快哦 哎呀是螃蟹 看起来好像那个石头一样红色的 抓起来展示一下 哎哎哎哎你看看看看 他刚刚还不动 现在就开始爬了 傻瓜蟹 这种应该还没成年太小了 挺好看的 哇这边看一下 哎呦这些洞口 到晚上肯定有大货跑出来 那边有好大一条鱼 撬片子 吹槽下去了 那个鱼撬片子都在那个岩石上面 哦好臭啊 走进来就闻到那些臭味了 好像是条鲨鱼 这鲨鱼长得特别奇怪 他头是扁扁的眼睛还在这里 这什么品种啊 是不是变异了还是怎么讲 这鲨鱼好大呀 要是活着的话 或者鲜鲜的话就好了 以前干海也有捡到过 但是这一条 太臭了 你看那些血水都流出来了 走了受不了这个味道 还是给他放在这里 到晚上了 就便宜这些方言百里的鱼鸭螃蟹 让他们吃个够了 嘿嘿 让他们飞一点 然后阿平再过来抓他们 这好像是一个洞口哦 啥都没有 哎呀 有货咯 看 这石头蟹 紫色的石头蟹 网友们有没有进过啊 呦这个要小心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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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一条海龙 尾巴这边 救他尾巴 哇 这个有两米的吧 像条海蚀一样 慢慢拖到岸边去 岸边在那边拖 这家伙应该是出来捕食的 好大一条 这么肥 有个两斤了 不错不错 看看 给他来个特写 堵在石头坑里面 熟了 快快快快 哎呀 已经跑进去了 一个螃蟹 能不能把它给掏出来 跑快点就好了 哎 看 出来了 真面包蟹 这面包蟹很有力的 抓他要小些 看到这我还往哪里跑 好看吧 哎哎哎哎哎哎 哎呀 你已经无处可逃了 收了 这边再给他找一下 还有没有面包蟹 这里有条石头鱼 哎 这鱼动不动的 哦 头部有伤口哦 这估计是被螃蟹给咬了 抓你起来看一下 又不吃你 你怕杀 这种鱼最大的就是这样的 回去杀他还比较辛苦 没杀肉 算了 算了吧 刚看到一条鱼游过来了 这边水有点浑 好像是这里 哎呀 眼睛是够贼的 你怎么长啊 是个傻瓜鱼 这边有海螺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青皮螺 还有个猪仔螺 哎呀 应该是从这个坑里面游出来的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平哦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捡蜡螺了 今天来到老地方 喊点蜡螺回去和老爸喝点小酒 走喽 咱们出发吧 走了那么久才发现 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些了 蜡螺 只可惜只有三个 估计是潮水不够干的原因吧 哦哦 这么大一个青皮螺 但也不是机器线 哎呀 意外的收获哦 今天晚上跟老爸又有小酒喝了 这边还有一个 这里的青皮螺比较少 但是也是很大个的 躲得还挺严密 猪仔螺 螺壳特别好看 哇 这个还真不小啊 好肥啊 猪仔螺小阿平也是特别喜欢吃的 哦哦 这里有一窝 看一下 哇 吼吼吊了好几个 这是整个家族了吧 这下团灭了 爽啊 这么大一个黑妖怪 我去原来是寄机械 看一下给你们展示一下 看到会出来吗 这家伙胆子太小了 不跟他玩了 这边的蜡螺好大个 小的放生 好几个 这个应该不会是螺壳吧 哎呀 可爱的猪仔螺 这条跳鱼 看能把它抓起来吗 哎呀呀 抓到里面去了 这家伙 大黑螺吧 哇 这种特别贵的 特别的好吃哦 可遇不可求的 猪仔螺 哇 这螺壳好看 这猪仔螺肯定会保养皮肤 光鲜亮丽的 已经有个四五斤了 哎 紧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来了两个小时了 这火应该下午四五点了 回家做饭做菜喽 这是我们带过来的窝料 下窝料的话 容易让那些牲畜的海漫 还有那些什么鱼啊 闻到都会出来 来 出来吃东午饭喽 把它挂个鱼儿上去 那么大一块 好长一段时间没钓海漫也不知道有没有 这洞是很深的 估计有个好几米深啊 嗯 这棍子是一米多的 两米左右了 放个两米多就好了 下好之后 尽情的等待 有疑惑之后 它瓶子就会动 那么快吗 哦哦 拉太快了 没拉着 应该是小鱼 再来 放深一点 哎呀 哦哦 有点过分 哦有了 哇 这个可以 哇 这个不错不错 赶紧赶紧 第一条猛货 可以哦 哇 哇 这海蛮 哎呦 差点被它吞到嘴里了 嗯呀 它牙齿好锋利的 鱼儿都被它吃一半了 第一条收获 再接再厉啊 哦哦 又来咯 哎呀 哇被它吃完了 小鱼的话咱们就不用放那么大的尔 浪费 哎呦哎呦哎呦 小鱼也要拉了 有了大了 哇 哇 哇 是一条花龙 海蛮中的一种 哦 看 鱼儿都被它吃完了 哦呦 看看这家伙 哇 这不错不错 呦 开始 神龙排骨一样 好弄 哎呀有了 两条大货咯 不错不错不错 哦哦 哦哦 来咯 呀呀呀呀 哦卡住了 哦哎 好像是大货 哦哦 哦 拉不出来了 不能跟它应来 不知道要调什么仪 卡着呢 把那棍子弄一下 慢慢给它送 哎 哎呀还是卡住 这鱼太聪明了 装到坑里去了 看能不能打那么抓 快 有了 快了 哇 10班 哦 这家伙 哎呦呦呦 我说的是什么鱼 原来是10班啊 他转到坑里去了 哎呀 哇 你看 这小鱼慢慢的拖 哎呦 好像中了一条小的 哎呀是海曼哦 哎呀这中个头的 给他来个特写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哦掉了差不多 将近两个多小时 够了够了 也是时间回去主办了 哎呦我看一下 哇都是量货啊 好几条海曼啊 这条花龙比较大 大一点这估计有一间了 还有这个蝴蝶斑 总体收货还是不错的 三条海曼 一条那个蝴蝶石斑鱼 咱们今天的海钓就分享到这里吧 如果喜欢阿平赶海的 记得留下你的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